那当然其中听言讲 就是一种最快速长智慧的方法 所以过去我们讲说 听君一席话 甚读十年书 比如说很多人都不理解这种逻辑 都认为好好读书就容易成功 其实在学校 我们读的是理念 是知识 听言讲得到的是智慧 所以我们很多的智慧 它是可以透过复制 来帮助你成功的 比如说假如我们要淘宝王 我们找马云来给我们点播 那要半导体找我们的知父 叫张忠伯博士 那当然静天爱人 找我们的涛顺和夫 那要照索基 找我们的认真非总裁 我相信 由高人来指路 一老容易 你就容易得到 人生的智慧 人生的智慧